大家好,我是知女彤彤 欢迎大家又来到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大家一起线上来知之的知知时间 今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番外篇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粉丝提问 请问有没有适合勾针新手的一个练习方法呢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们今天呢就以这个为主题 来介绍大家一种织片的织法 那我想要诸佳推荐 给大家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的编织方法 就是呢去织一个自由生长 独一无二 而且只属于新手的 相信自己质地的质地织片 可能很多人就会想说 这么长的名字到底是不是在说什么 好那我们就一一来介绍吧 就什么是新手的质地 新手的质地呢 这样子讲好了 就像我们童年只有一次 新手的质地一生也只会有一次 那以我们大人这么厉害的双手而言呢 我们的手大概只会维持两周的新手质感 就是这两周呢 你会直得扭扭捏捏 可是又有一点可爱 就是有点奇奇怪怪的 但那都是你很努力伸出来的 所以呢这种非常下重本 下感情的质感呢 是只属于新手的 而这个新手的质感 它只会在两周的时间存在 超过两周之后 你的手开始熟悉了 你就再也织不出这样子的质地哦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新手的质地 那新手的质地呢 我个人就会建议它自由的生长 好啦那到底什么是自由的生长 独一无二的生长呢 这个我就要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心法 又是一个心法 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勾针是自由的 因为你是自由的 我想要跟各位大人强调这件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大人很常就是受限于各种标准之中 那对大人来说 要一直不断的被提醒你是自由的 你可以想出自己的方法 这件事情是我在课堂上会一直提醒大家的 那其实就是勾针这件事情啊 编织这件事情 它是从零到有 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 所有的条件都是你自己可以调配的 你自己可以去取选择抉择跟你自己可以去决定要怎么做 所以呢这样子的过程呢 就会非常的考验新手 因为新手第一个在技巧上已经不是这么的厉害 再要他自由的发想 其实很多人是觉得负担很大的 但是新手会觉得困难卡关的地方 通常也只会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你的手部不熟悉 第二个就是你觉得自己做不到 你觉得自己没办法 你想要别人告诉你怎么做 而不是自己去想要怎么做 那这样子呢就会卡住你 这是心态的问题 所以呢 想要放弃的念头呢 就是新手会遇到的最大的困难 那编织它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常常会让我们发现自己卡关的地方 因为我们边做 我们边做就会边看见自己的能力在哪里 然后你就要面对它 你就要解决它 哦我这个没做好 你就要再练习 它是一件非常非常显化在你眼前的事情 然后你当你遇到挫折 当你遇到困难 当你遇到这些限制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解决它 它就会显露出你的个性 本性跟心理的状态 所以我很喜欢上新手的第一堂课 因为我几乎从第一堂课 大家面对困难的解决方法跟心情状态 我就可以判断这个人的个性如何 就有点像算命先这样 就是我很喜欢去看新手 每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所以问题它有很多个解法 它可以有很多种前进到答案的方式 所以它不是要标准答案才可以 我们并不是要追求最接近标准答案 我们要追求的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解题 就是像这样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然后相信自己呢 其实有能力可以克服一切的事情 我们其实常常会卡在一个地方 就是我们因为看到自己可以或不可以 会带给自己心理上面很多的挫折感 那不管怎么样 勾针跟编织这些有趣的地方就在于 你看到你自己的挫折 它就在你眼前真实的展露无遗 所以其实就算你看到的是挫折 但是其实那也是你的努力 那也是你自己的现在能做到的之地 所以它有两种不同的面向 是你选择你要看哪一边 那我们其实是可以相信自己做得到的 相信自己做得到的话 我们就会做得很顺 因为其实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心情 是大大的影响的结果 就是有一种像是你先心理决定了 你就会怎么做 就是相由心生 或者是说有点像是许愿吧 许愿的感觉 所以你要先相信自己做得到 你才会做得很顺利 然后勾针是不会背叛你的 勾针是一件有付出就有成果 就有回报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要教的这个方法 就是让你知道编织呢就是有付出就有成果的一种 支片的方法 编织啊它就像是人生一样 它是动态的平衡 它是动态的过程 所以呢它不会一直处于某一种境遇当中 它不会一直失败 也不会一直卡关 如果你愿意去突破 它就突破了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编织是一件 要持续相信自己的事情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准备来一起织一片 相信自己的 自由生长的 独一无二的 属于新手的直立织片吧 好我们准备要来开始织织看啰 好的 在你已经准备好的织片中 你会遇到可能你知道 最后只剩下一点点线不能织了 或者是你遇到 你想要停在这边换颜色或换其他线 但你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情况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最后的这个环 跟你的线尾巴呢打结 但是打结不是直接这样拉出来哦 不是直接拉出来 我们要把这个线尾巴穿越 穿越你的这个最后一个圈圈 把它穿出去全部拉拉拉拉拉拉出去 拉出去之后呢再把它拉紧 像这样子拉紧 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 不会掉下来的织片 好我们做好一块织片的时候 我们呢不要把它拆掉 要做一个新手直立的织片呢 相信自己的织片 就要相信你自己做的每一个步骤 都非常的有意义 所以呢不要拆 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继续织下去 那我们要怎么织下去 你会看到我们的织片呢 我们这样子第一个练习的索针之片 它一定有四个面 四个边 一二三四四个边 你可以选你自己喜欢的边 开始叠上去新的一层 四面八方的超展开 当然啦你也可以选新的线材 你不一定一定要选很相似的 你可以选很不一样的质感 或者是选你觉得颜色很适合 例如说有点像是大地的颜色啊 像是甜梗的颜色啊 像是你最喜欢的夏天的颜色啊 都可以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准备呢 要来叠上去咯 好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加新的颜色咯 我们一样先来做一个活动节 活动节就是把活动线压在尾巴上面 手呢压住它交叉的地方 伸进去 把活动的线拉出这个圈圈 用力的拉紧 它就会变成一个活动圈 就可以再次的放在你的钩针身上 所以呢这个四面八方超展开 你可以从这边戳进去 任何一个洞戳进去 你也可以从这边戳进去 不一定要从边啦 你也可以从中间啦 你也可以从这边啦 那我们就选一个喜欢的地方 这边好了 戳进去 戳进去 任何一个洞都可以戳进去 戳进去之后呢 你就开始拉一条线出来 这样子是什么针呢 准备要做短针对不对 所以就拉一条线把它扣起来 好再戳进去拉线扣起来 你在任何一边任何一个角落都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短针 像这样子新的短针 新的短针 你在任何一边都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短针 所以呢你就可以一直四面八方超展开 例如说你可以立起来 然后转过来 在你刚刚做的这些短针上面再叠新的房子 有动的地方就可以戳进去 有动的地方就可以戳进去 诶 你看 这样我就长出一个 哇 突出来一个全新的地方 然后呢你觉得好 这边就长这样了 你就可以把它剪掉 然后把它的线尾巴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的线尾穿过来拉紧 你看这样你就突然又长了一块 然后又可以再长新的 你又可以再去找新的线材 你可以再去找新的线材 一样再做一样的事情 先做一个活动圈 把它靠在钩针身上 随便找一个地方 随便找一个地方 这里好了 这里戳进去 然后呢就拉新的线出来 直接做短针 短针 戳进去 拉出来 扣起来 像这样 戳进去 任何你戳得进去的洞 它都是一个洞 所以你就可以戳进去 拉出来 戳进去 拉出来 你又可以展开一个新的 很不一样的 一层楼 你可能会遇到 我可能会遇到像这样子 这边 这边 白色跟紫色 交界的地方 粉红色要怎么样可以跳下去 跳到白色这边呢 你就可以想想看啊 你觉得这里距离有多高 是长针吗 还是长长针吗 你可以感觉啊 我觉得是长长针吧 你就卷两圈 放进去任何一个洞里面 拉新的线出来 扣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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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像不错哦 你就可以再做 所以呢 你用你现在现有的 现有的知识 现有的技巧 跟现有的针法 你就可以去做出一块 自由生长的垫子 你看现在我已经有三个颜色 三个不同的颜色在他的身上 我可以继续往上找到 我也可以剪掉线 从下面开始 这就是自由自在生长的枝片 这个自由自在生长的枝片呢 你可以一直换一直换 你只要每一次都找到 新的动作进去就好了 譬如说我现在想要继续长高 那我就再长高 做索针 把枝片转过来 再继续 哎呀 这里有个打结的线 没关系 继续枝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继续枝下去哦 继续枝下去 继续枝下去 知道你开心为止 如果你继续枝得很开心 你就可以停下来 看我现在长出一个 很特别的枝块 它这里有白色的 粉红色的 紫色的 我觉得好可爱哦 那我现在想要停下来 我就剪掉线 把它扣起来 好像一台车车 好可爱哦 不管你怎么继 它都是一块垫子啊 它都可以用的真的 它都是一块垫子 这种很特别 很奇怪的挑战状态 跟这种成品啊 就是只有新手呢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才可以继续枝出来 才有趣的东西 试试看吧 去继续枝出一块 属于你自己的垫子 它不管怎么样 都是一块垫子 然后呢 第四个point 就是请你在你的生活中 使用你知的这一块纸片 你一定要自己在生活中 有用过它 你才会爱上这种 自给自足 自立更深的感觉 最后最后就是 请保持你的好奇心 用你现有的能力 去想象勾针能做到的事情 也许你等一下可以吃 另外的颜色都是短针 然后又长高 只要你的支片它 不会支离破碎 可以连起来 不会断掉的样子 就可以了啊 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人规定 勾针要怎么做才对 这样子大家知道 新手支片属于自己的 相信自己的 独一无二的新手支片 要怎么支了吗 我觉得不要把你 支过的东西拆掉 好好的去看你每一次 努力的样子 去把那个样子留下来 会是很好的记录 然后这个世界上 从来就没有人规定过 勾针要怎么支 所以呢 我们可以自由的去想象它的可能性 去支出你属于 去支出属于你自己的质地吧 哈喽大家好 这个自由生长的支片 大家不知道支的怎么样呢 统统想到忘记跟大家说 这么多这么多的线尾巴 要怎么收起来的方法了 所以我这边在额外呢 拍一个补充版本 首先呢 你要拿起你的毛线针 然后把你的线穿进去 它的洞里 好了 穿进去之后 拉一点点线出来 像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可以准备呢 把你的支片拿起来 找到 它线尾旁边的洞穿进去 但是呢 我们要把它 藏在线跟线的中间 所以它不能直接像这样子跑出来 如果直接跑出来的话 线就会被发现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穿在这些 你刚做的短针里面 像这样子 你可以检查头 头尾啊 正反啊 都没有看到 你穿过去的这个针 你就可以把线 轻轻的拉出去 像这样子 拉拉拉 轻轻的拉 你看这条线 它就会藏在你的支片的中间 那我们要藏多远呢 其实不一定要全部都走到底 你可以走到你喜欢的地方 例如说像这边 我觉得这边差不多了 你就把它拉拉拉 拉拉拉 把线拉出来 像这样子 剩下的线呢 你就可以把它剪掉了 你看 这样子 你就不会有线跑在外面 你看 你就不会有线跑在外面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做法 把你的毛线穿进去毛线针 找到差不多颜色的地方 我通常会找差不多颜色的地方 把它穿进去 像这样穿进去 好 然后你也可以转个方向 换不同边 很自由 穿进去 哦 这里面藏了一个紫色的线 好了 你觉得它一定不会掉出来 不可以把它剪断 就是像这样子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出很特别的 自由生长的支片哦 拜拜 拜拜 好啦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之女童童 欢迎订阅分享按赞 开启小铃铛 啦啦啦啦 反正呢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看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也欢迎跟我预约 一对一的视讯课程 或者是呢 可以私讯我的粉丝专页 询问我相关的新手问题 那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